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晚的嘉宾主持 李宗盛 首先多谢昨天打电话来的观众 以及在Facebook上留言的网友 我们今晚要谈的是 荔枝莞邨船厂的保育问题 今晚很高兴请到两位嘉宾 包括有立法会议员崔世平 崔先生 你好 你好 另外还有时事评论员郑国强先生 郑先生 大家好 欢迎各位打电话上来 发表你们的意见 电话是28789192 另外我们也开通了 《莲花传媒》的公众号 大家在《盈光幕》的右下角 就能看到 Facebook上的Lotus TV 也可以在大家留言 我们先来看今晚的重点新闻 首份特区五年发展规划 草案文本至6月底 听取意见 集五次专床资讯 正研室主任劉本勒自出 收集民意的方式多样 政府会主动忧逐社会各界别 听取意见 个人或者团体都可以通过网站、电话、 游记登方式 甚至侵林症营室 每日来做每日建 收集意见的方式更开放 全面现在有旦成 旅游各将采取多项措施 迎致内地无一劳动自假期 包括发行呼吁旅行社结界协会 与个旅行社沟通 协调旅行团独角主要景点的行情计划 以及透过手机短讯 建议仿外旅客在非高峰时段 游览主要景点 便于5月1日至8日 安排人员在10个不同旅游住点 为旅客提供旅游咨询及指引 高方期望措施可以分流旅客 减少对景点周边交通及社区的影响 维持澳门旅游良好形象 本屋最深10月楼维持1.9% 就已不足楼维持0.5% 同计局公布的1至3月份 就已调查显示 今年首举总体10月楼维持1.9% 但本地居民10月楼 则按据微升0.1%至2.7% 就已人数按据减少4,100人 当中建筑业占到2,900人 首居总体就已人口 每月工作收入中位数为1.5万元 本地就已居民为1.8万元 同样与相对似平 欢迎回到现场 今晚要谈谈路环荔枝碗村船厂日久失修问题 大家现在在荧光幕上的右下角 看到有一个连花传媒WeChat公众号的维码 大家数一数就可以与我们联络 谈谈路环 荔枝碗村船厂日久失修 有倒塌危险 船厂区在上世纪中业成型至2006年 最后一艘船生产之后 一直停业至今 政府在日现年提出 路环旧市区荔枝碗规划研究 就计划将该区改建成博物馆 以及增加这些休闲设施 但到底应该怎样抹化呢 一直都未有定案 我们今晚一起与嘉宾谈谈谈 先与崔先生谈谈 其实当年的规划 提出将该区分为四个区域 包括有餐饮区、销售区、乐活文化区 以及坐船博览区等等 你对这个方案有什么意见 其实我觉得当时的研究都挺传练的 基本上据了解 现在分开了四个区 其实也有很重要的特色 我觉得最值得保留的 其实就是造船厂的区域 其实整个都是造船厂区域 但是我都认同 那个规划 你不可能全部都留在那裏 做回造船的部分 但是造船厂这个 所以有提出造船博览区 其实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 就是让人知道 就是说当时澳门的 相当重要的一个工业之一 造船厂 以及我们的捕鱼等等 发生的关系 以及它走过的历程 以及就是说 其实我们还有一批 老造船工象 那他们其实还可以 是活生生的 显示给我们下一代看 就是当时的船是怎么做出来 所以我觉得有它的餐饮部分 就是说始终任何东西 都离不开这些餐饮 或者文化创意的区域 但是其实创意 都是要围绕造船 我们有关的工业 有关工业为止的区域 所以这个规划当时 我也觉得是挺好的 那规划里面 这四个区域的比例 你认为哪个比重应该占多些 这个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在这个造船区里面 你可以搜集到多少资料 那个区其实最大的卖点 应该是这个东西 其他的应该是一个扶持的东西 就是要人去到这个造船博览区的时候 或者博览馆的时候 或者博物馆的时候 它还有其他配套 其他区域应该是一个配套的区域 就不应该圈奔夺住得太厉害 我们其实早前去了村里面 问了当地的市民的意见 大家一起看一下 路环荔枝碗马路久记六合船厂 日前因为金属棚顶 再有木柱爆裂和倾斜 令到周边的居民房屋受损 说给我们听 就有社工局来帮我们 我说给他听 暂时我们去亲戚那里住住 希望快点我们能回家 如果给我们时间 多久呢 我们就回家 我们都可以自己亲戚住 暂时都受不了 那时候才跟他们再沟通 虽然社工局已经介入 暂时安顿他们住在清州 但因为他们长期在这里生活 始终有感情不太舍得离开 但对船厂 之前有关当局就说 会活化船厂作为旅游项目 但到现在就由得他日久失收 令坊间质疑当局的执行能力 你对船厂保育有什么意见 其实一二年的时候政府就说 船厂区所有的业权和地权都是属于政府 当时就要求船厂申请俗称水位子的 这个临时占用的准照 并且要求维修船厂保留当时的船厂的格局 想问回郑先生 其实你认为这个安排可不可以有效 保育船厂的原貌呢? 刚才你也介绍了 06年开始停顿到今天 即是说这个船厂是十年没有任何生意 但是它每年获得水位子 水位子是澳门特殊的安排 即是那六间船厂 它不总有它的地权或业权 大家都知道澳门 过去有四大的传统工业 造船是其中很辉煌的一个 其他三个就是炮竹、神香、火柴 所以无论是政府、民间 但也希望将澳门一些过去的历史 让新一代或者让游客 能够触摸得到、感觉得到 那炮竹、神香、火柴 都可以在坎仔现了一个很大规模的 石果紧存的一个很大的炮竹厂的位置里面 去呈现 但是做船没理由放进去 那做船一定要原有海边 澳门最辉煌的时候 荔枝莞那个 我可以说是香港的 他走在一边 当时林茂唐 快士基 提督马路一带 才是澳门造与潜业最辉煌的时期 我记得我做小孩 刚刚进新闻界的时候 最早跟摄影界前辈 欧平先生 他们去实习摄影沙律 就是去快士基头看造船 影造船 那些龙骨 是的 那当时呢 造船业是相当相当之轻煌 但是现在整个形势变了 是80年代的时候 60年代 60年代 60年代到70年代 是 80年代以后呢 我们澳门的建筑业 至今需要的空间 是逐渐将这些船厂 因为我跟我说了 船厂它不是拥有这个业权 只不过是政府 港务局 是安排水位置的经营 但是当时呢 还有一个 如果是 旧式的造船 即是说我们的出海部的船 当时识微 但是呢 还有一个 爬龙船 当时 诸三角落的地方 都未识做龙舟 澳门有间船厂 就是专做龙舟 我们的技巧呢 是一流的 跨啦啦的 所以呢 大陆改革开放之后 重新恢复这些传统的 的环意 爬龙船的时候呢 澳门这个船厂呢 大排订单 但是现在国内发展得很快了 这些呢 又逐步烟没了 是 所以你刚才介绍了 包括在荔枝馆 已经停了十年了 停了十年问题出现了 如果一早平定是文化遗产 那文化局 就按照有关规定呢 是要主动维修 是 但是这个呢 仍然是一个 废墟式的 工厂的存在 你问这个业主 既然没有生意 它何来有因 要维修好呢 是吧 那当然呢 如果政府照给税为止 它继续经营下去的 都希望明天会更好 就说呢 有大量的游客来参观 是吧 但是问题是这样的 现在你有没有机会说 澳门有造船呢 就是游船呢 曾经那时候 有些投资者 不如做游艇吧 就玻璃纤为船 游艇呢 曾经想过 一龙 但是不够大陆发展得快 是 所以你又昏迷了 那现在 政府可能就说呢 希望维持回 三间 那才成规模的 一间就是孤零零 好了 现在这间屋盒 突然间又倒下了 所以呢 又变成一个难停我们了 是 刚才提到 澳门有没有机会再发展 这个造船业 但事实上 中国本身造船的产能 现在都是过剩的 那 崔先生 其实 刚才提到 瑞维治那件事 当一个地方的业权 不是属于自己 那 有回化计划 但是又未知道 那个时间表 是何时能够实行得到 那 以这种形式进行的时候 究竟有什么有因 可以鼓励这些船厂的东主 去进行维修呢 刚才 郑先生说得很有道理 其实就是说 水位子 这个文件 是租给造船的人用的 那 其实就是说 在2000年之后 其实已经基本上 生产停顿了 那 郑先生也说得很对 就是早一段 即早 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最风光的日子 其实 荔枝园并不是其中之一 其实在90年代 政府去大规模填海的时候 那 流氓是同一大笔填的时候 他才将一部分 愿意继续经营 做船厂的铺 搬去荔枝园 这个区 所以他那里 其实是90年代后的一个产品 所以不是最 耐的一个地方 但是是蛇过耿泉的一个地方 所以要保存回 这个有它的价值 但是水位子怎么进来 其实也有一个问号 就是说 你租借这个水位 水位子是由海水局负责的 但是问题是 这个规划 就是公务局做的 那 两者之间如何协调呢 再引入 现在如果我们真的 平定它 作为一个工业为止 那么这个程序也未行 当然我们可以公布 但是问题是 什么理据 那么政府要指出 那么在不同的部门 运作的过程之中 就是这个水位子 是不是还继续存在呢 因为它最初的目的 其实是要来做船 那么其实已经没有船 生产了 有十年八载了 那么它现在要生产的目的 是什么呢 政府应该用什么眼光 去考虑这个东西呢 那你说常常到 可能水位子在现今的作用 似乎是并未能够 涉合它实际上的用途 或者发出 那么其实 现在走到这一步 但是又未可以 立刻开展到这个活化计划 当中这个真空的阶段 应该怎样做 其实就是说 现在政府真的要做一个决定 就是说究竟首先 会不会自己接手做这个东西 因为其实 刚才你一开始 你都开中明义说了 那业权地权都是属于政府的 所以最大责任的人就是政府 是不是 它只是一个租客 船厂只是一个租客 那么租客如果要承担 维修的费用 它可能是乐意的 但问题是 它要看到理由 为什么它要做这件事 还有就是说 之间的关系 如何去厘清呢 因为现在 其实它是转了用途的了 这样的时候 水位子给它的权利 又如何保障它 将来的权利呢 还是说政府是 收回它统一去发展规划呢 因为这些地方 其实都是公众的地方了 可以再重新 政府可以有 新的用途寄进去 包括工业为止 都是一个新的用途 周围的 可以在最商业的地方 那么整个区域 如果你说要保留 首先有一个计划 大家才知道 它值不值得去保留 还有怎么样去保留 因为现在 你叫它硬斑斑的 去收购如购 其实它也很烦恼 就是 当时的木材 可能现在未必找得到 而且找到的可能很贵 那对它来说 它有投入 但是没有产出 那么 商人都是做生意而已 那 真的要给它一个理由 如果是要求人去做这件事 但是在整个过程 谈判的过程里面 可能骨牌效应 这一间 因为 那些支柱破裂了 它可能那些力 就射在旁边那间 那旁边那间 暂时能顶得上 但是日久 或者大风季节来的时候 风吹吹吹 可能旁边又能顶不住 那一间一间一间 这样爆了之后 你再叫主人去维修 那份量就更昂贵了 因为未烂之前 你是真的可以在原地做仓 但是现在它已经受损之后 是很危险的 你叫人进去 所以这个过程 其实最好政府有了它自己的概念 现在这段时间 是迫使最好大家快点有个决定 然后那些东西才可以真的走下去 不是 尽快的计划能够落实 那我们现在先接听观众的电话 有谢小姐在线 谢小姐 你好 你好 崔先生 鄭先生 晚上好 我们看到政府 它的计划很多 刚刚推出了一个五年计划 之前我们也有很多旧区 和很多一些计划 是希望重断 或者是一些 将它改造 活化 但是我们市民 似乎听到政府 都是说多个做 是每一样东西 就是说了之后 又放下 说了之后 又放下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首先我们政府 怎样做好他们自己 内部的计划 它的建议书 和怎样去活化地区 当然路环的船厂 我们有小看得到它大的 我虽然不是住路环 我很清楚澳门的发展 和各方面的事情 在我们经济不断的发展之余 现在这个赌场的税收一直跌 那我们也是 那个警钟的敲响 我们不可以 永远都靠这个博彩业 我们澳门是一个 比较有优势的地方 但问题是优势的地方 我们又不可以活化它 又不去管好一些公交的所谓 的士和巴士之类的硬件 软件硬件 我都看不到有一个 好的重度的空间 那在这方面呢 身为我们的官委 崔世平議員 和我们的士兵评论员 鄭国勤先生 那对于我们澳门政府 经常性出一些活化区 做一些计划出来 但是我们市民是没有信心 是对我们的政府 是完全没有信心 那个民望一路跌 还有我自己本人 我对政府的信心 真的几乎跌到很低谷的 包括他的法律 包括他的规划 我自己本人是完全没有信心的 希望今次又活化这个路线 是怎样活化呢 希望谭司长真真正正去做这一件事 我都看到了大家 外都酒店和新马路国际酒店 很多很多地方我们是很浪费的 那些旧的婆仔屋 珠此类 环街 游汉 我们这么多地方 其实如果我们是好好利用 我们是有一个长远的计划 我们澳门是佔了很优势的 一个旅游城市 但是全部是靠博彩业 都是好可悲的事 谢谢 很多谢你邪小姐的电话 邪小姐其实就是说 澳门她认为旅游资源非常之丰富 其实我们应该 可以好好加以利用 跟郑先生谈回 其实一直在说 政府迟迟没有交代 那个计划的详程 以及最重要是执行那个时间表 其实船厂的东主是没有办法知道 如果我出了钱去维修之后 如果做好了 将来出到那个计划 即是跟将来那个计划 那个规划是不符的时候 就等于浪费了这笔金钱 以及浪费了这个收集船厂的努力 那这个情况之下 是不是没有办法去解决呢 那我也觉得 现在处于六神无主 听天由命的阶段 千万不要这样 仍然是有关的专业人士 是做船仔 做模型 然后就给公众欣赏 所以甚至到文化局 都请了一个著名的做船路工人 温泉 去到温泉先生 去到我们文化局前面 去示范做这件事 到现在 根本你没有新的订单 它只能够是针对游客的需要 依稀做一些模型船 模型船如果能够成为游客喜欢 都可能将来会成为一个旅游品未定 所以现在 我们要维持这些船厂 首先要有订单 但订单从何来呢 所以即使是政府有二部 可能将来都是卖船仔 展示船仔 我曾经去过美国的三藩市 的真正鱼人码头 那里也有一个船厂在那里 他做的仍然是说 是一些大只船 他在那里做的过程 由客人可以看 看他的东西 这个呢 都是一个活性的展示 但是要维持澳门过去造船的辉煌 是不可能的 所以 究竟政府 我相信 好像刚才 崔兄所说的 维护工业为止 是很重要的 但是工业为止 怎样活化呢 就不是这么简单 所以这个 要政府现在作出决策 那究竟工业为止 能够怎样活化呢 我们转头回来再谈一下 先去一去天气 澳门国际机场提醒你 出行注意天气变化 各位观众 晚安 受到一度低压吵的影响 本澳今天是大致多云 还有有几阵骤雨 预料明日将逐渐转受 一股偏东气流影响 预测4月28日的天理是多云 有几阵骤雨 气温为涉事23至29度 相对湿度介乎70至95之间 预测4月29日的天理是大致多云 有几阵骤雨 气温为涉事23至27度 相对湿度介乎80至95之间 而展望周末仍然有几阵骤雨 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 预测4月28日的空气质量指数 路边站是介乎65至85 高密度住宅区是介乎70至100 而一般性是介乎60至80 空气质量水平全部属于普通 最后看看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 中文字幕提供 超时简单 政府昨天公布首个澳门特别行政区五年发展规划的草案文本 明确分四个阶段打造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总目标 澳门日报新闻小宇宙指出 五年规划关乎本澳未来的长远发展 接下来两个月的意见收集期 社会各界应该主动提出具建设性的意见 政府更应该港纳民间智慧设计闭门造居 真正制定合回社会期望可操作的五年规划 特区政府昨天公布五年发展规划草案文本 市民日报市民自然就指出 必须坚持发挥一国两制的核心优势 这样才可以有效令澳门这个微型经济体 始终保持活力生机 避免与国家、邻近地区同质化发展 司法警察局昨天启动 全民参与齐防罪的活动 并同时开通官方微信内地账号 华侨部不华之论就指出 让公义与良知得已彰显 在预防犯罪和打击罪行的有效手段 并对建设而又省止又大被益 好 回到现场 之前有观众打电话来说到 似乎是对政府的信心比较低 因为认为政府是经常性拖延一些活化 或者改善这个旧区的计划 崔生有回应 其实我觉得首先不要这么灰 因为事实上大家都有一些共识 其实这个区域应该要有所保佑 这个不是存在太大争议 只是说政府里面哪个架构做牵头 因为其实刚才提到谭司长 他从一个社会文化师的角度来说 文化局是他管轄的 那罗司长其实就是管轄的 海市及水务局和公务局 还有可能民政总署 有关的部门 还有因为牵涉到水域的时候 可能海关等等 其实有好几位司长 其实都可能真的要做一个 跨师的一个合作工作组 尽快对这个东西做一个判断 事实上很多时市民真的会有点失望 就是我们的旧区重整 讲了很久了都还没落实了 但是大家也可以看到有些传记的 因为都市更新委员会已经成立了 相信一定会做些事情的 而从我们的五年规学出来说 其实我们也有一系列的发展 希望多元化我们的旅游 其实这个旧的工业为止 作为一个保育性的工作也好 作为一个旅游吸引 新的吸引点也好 都很有存在的价值 所以怎样大的政策 落实到具体的项目里面 其实我想真是急不容忽 值得大家一起关注 也希望政府在这方面 能够厘清有关的细则 那很可能真的要几个师 大家坐下 通过一个包裹叛合作的机制 去促使到下一步会更加快可以出台 郑先生 其实当年那个区 除了造船厂之外 还有拆船厂 还有一些小型的木厂 机械铸造厂等等 就是和造船相关的一些工业厂房 你认为这些其实是不是都应该保留呢 另外还有士多大排档是整个社区 还有一个渔村文化在这一方面 怎样能够在这个活化的规划里面 更完整地保留这些当时的氛围呢 澳门由一个小渔港 发展到今天一个现代化的城市 我们走了很多很漫长的路 每一个印记 我们应该获得保护、活化 然后让澳门居民 让下一代 让游客了解澳门发展的全过程 这个就是说我们四大工业 包括特殊产业、博彩业 发展过程中 有些特殊的印记 能够有维持保留的 我都希望政府能够保留下来 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 一拆了就没了 一拆了就永远消失了 到时不是交游客 给你一本书看吧 而我们这么威煌威煌啊 现在不是了 全部都是高层牛鱼的厂房 没有实物显示 是完全没有那个感觉 所以荔枝园所在的 和路环村 这个呢 很多外地的国内学者 来到呢 都赞不住口的 在国内同样的沿海城市 一早撒平了 撒光了 是澳门才是这么特殊的状况 我保留了 所以政府包括在这方面 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规划 和充分利用附近的码头 将来成为游艇的上落客区 其实政府的考虑 是比较周全去活化澳门的 但是有些东西叫事不我待 你不及时采取抢救办法 真的说不好听 一个台风跪着一来 这间浪海的拼拼拼拼拼拼 难道你到这就再重见 是不是 所以在现在阶段 或者政府应该是要认真审视 怎样保护好或者活化澳门这么重要的 这个历史标记的建筑物 所以包括有关的炮竹厂 船厂现在本来是好办的 因为政府拥有水位置 现在问题是你没有诱因 导致现在仍然获得水位置的经营者 是花巨大的气力去维修它 如果也要买咖啡,弄个小船 到处安全不用投降 就是当他们清楚自己将来在活化之后 那个角色在哪里 我想那个诱因就被人打了 但是活化之后,譬如我要弄五千万下去 我怎样可以保证未来将来的政府计划里面 我的五千万是能够收回成本 但是对于政府来说 如果为了澳门的整体四大工业 就是古老传统 都能够有一个洋办 政府投入 目前我觉得 只能够采取这个方法 是吧 那我们回来再谈一下 先接听观众的电话 有张先生在线,张先生你好 两三位至今晚晚上好 今晚我又以一个叫做 官楼也最和头罪论述 首先呢,腾及呢,就是世界上 就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区呢 将自己拥有最简陋 残破一个前座一个空架的造线厂呢 裂坏保育同目,也裂坏教育基地 这样,好了 如果说我建了那个博物馆 作为教育基地 想问哪位官老爷 能够推动自己子女去做做善师傅 又推动哪位市民去做做善师傅呢 如果做不到的话呢 就不要争吵这种东西了 否则呢,就是说 你这帮官老爷啊 只是懂得教育他人 不懂得教育自己罢了 好了,讲这么多话了 好,多谢你啊,张先生 张先生,其实讲回对于将来的船厂 如果真的有一个活法的计划实行了 之后究竟对于本地 他的意思是工业就没有了 这个造船业就没有了 怎样可以吸引年轻的一代入行呢 就是如果是拥有这个技术之后 他究竟能不能够以这个技术为生呢 阿崔先生想问你 其实当时那个方案里面 就一直没有说到恢復造船业 刚才其实阿崔先生都提到 根本我们收不到任何的订单 我刚才也提到 中国的造船产能的过程 去年2015年 其实他生产的员工量 都不够他产能的一半 在中国大陆已经是这样 看回我们现在的方案 其实当年是包括了一些工作坊 和课程 你认为其实这些工作坊和课程 那个目标应该是怎样呢 其实那个时候的计划就是 希望能够保育造船工业 刚才郑先生所说的 四大工业 当然我跟张先生提到 非常之有见地的 这位观众 因为他提出一个 就更前一步的问题 我们现在说如何保育 其实他是从另一个角度问到 究竟值不值得去保育 事实上也是值得大家去反思一下 究竟值不值得去保育 我们以心为心的 可能觉得大部分都觉得 剩下一个地方值得去保育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去说 既然他已经完成了历史任务 而这个造船工业 确实在澳门 真的没有什么生存空间的 究竟值不值得保育呢? 那两个问题值得大家去讨论一下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开放的 但是假设我们真的打算保育 这个工作就是说 你在保育工作里面 等于很多文化的遗产 特别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东西来说 本身不一定能够真的成为一个产业的了 只是让下一代知道有这件事 而亦都是一个心态 就是希望能够尽量保育 但是保不保育 真是亦都是看我们当代人 有没有一个承担 而如果大家都觉得不值得去做这件事 没有价值的 那值得大家去讨论的 就像我们现在的艺术节 有个葡营叫做Badoua的 其实我认为澳门已经不是很多人认识了 但是每一年的艺术节 都有一个这样的话剧出来 那也是同样的讨论会出来的 既然已经没有人用的东西 你要不要保育呢? 那这个题目我觉得 更加是有它讨论的价值 可能大家先拿到这个共识 去值得保育 然后再讲怎样保育 那我们的规划来说 其实就是 做规划的 是做了一个概念出来 那希望有没有人去承担 我们都觉得 文化局就算有人去承担也好 他都要培训 这些人 而这些亦都是作为我们旅游的一个景点 就是说 曾几何时 我们是有一个这样的产业 可以做一些纪念品 让工业 大家可以有一个回忆 就像是温泉先生出来做船 你叫他七八十岁的老人家 再去做船 不可能 但他还记得一些工艺 他可以传承到下一代 就是说 曾几何时 我们做得到这个东西 是澳门人 有做到的东西 在历史舞台上 大家可以功能 值不值得继续留在那裡 这个也是一个看法 是的 究竟值不值得留在那裡 其实 如果所有东西都剷走了 其实一个地方 历史的故事 全部都消失了 那我们还有观众在线 有陈先生 陈先生 陈先生 你好 崔議員你好 陈先生 大班你好 你好 陈先生 陈先生 我们全部都是铁银船来的 还有一件事 我请问澳门 有没有人 现在会会做一条龙骨呢 就是大船的龙骨呢 有没有地方呢 那你说 你保育它 告诉后人听 我们当时这里 是有一间船厂的 有做船的 有这样的工业 但是可惜 随时代而淹没了 我们就说 李正先生 你们说在那里保育 你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上网看过呢 他那附近 不是有一间咖啡店 那些人骂到发温 说他用五星酒店的价钱 卖 那个叫做 开牛奶粉 开辣牛咖啡来开的 三合一 是这样的 你还有一样东西 你们说保育 我们根本上澳门有很多 很多 那些旅游 但是可惜 旅游价 不知道是否他们不用 这是什么 我自己自身 我说了很多次的 这个问题 马来西亚有个黑风洞 它可以吸引游客 因为它有电梯上去 我们何尚没有 我们二龙喉 有个吊辣蓝车 来回就是三元一个人来回 上面有东旺阳灯塔 东旺阳灯塔 有旧是蒲治时期的军营 有防空洞 有炮台 有散兵坑 这些是做熟国军事 这叫散兵坑 我们集中讲讲 这个区的可能 还有没有用 其他的问题不要再拉过 好 既然说船那里 是不是了 陈先生 我告诉他 不是没有用 我们保育回来 可以串联 可以在那里 可以串联到谭公廟 谭公廟 一打回它一个范围 很多都是旧式的金字塔屋来的 很可惜 还有很多古树 过百年的古树 很可惜现在 它慢慢烟没 无声无息 只是每一年有些团体 问我们特区政府拿筆钱 搞一台戏 请一些人吃饭 第二年再来 拜拜 那怎么办 怎样推动 是吧 是 陈先生 多谢你的电话 我们稍后回来 再找嘉宾回应你的问题 我们先去一下广告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要求我们的小孩子 我们未来的千年人 了解澳门发展的全过程 关键是什么 要他们培养什么 爱我澳门 爱我们的乡徒 了解我们的现代城市由来的过程 所以如果将来 荔枝馆的石果僅存的船厂 能够成为一个展示区 包括我们的港口 过去有几多船舷经过 中国造船有几多种类 都会在这一一去世的表现 那我们这个 渔港到现代化的过程 就会对我们的小朋友 是产生一个正义的影响 不是说澳门今天 是全靠一独孤一味 这个正是政府需要培育文化产业的基因 还有我们已经教了澳门爱我 最重要是爱我澳门的四日子 是教育基地 对本身住的地方有一个归宿感 是的 教育很重要 你要让本地人 未来的我们的主人工 怎样了解澳门发展的全过程 这些展示 这些保护 这些保育是必不可笑的 加上荔枝碗的保育 刚才说过 有四个方面 路环的圆景 渔村的坠落 的基本形态 保留到 澳门最重要的 生插咸鱼 这些拌口 仍然在 还有包括 一间很专门的葡式 的葡萄 国家的经营界 外国人 看中的地方 然后成为游客上路的地区 这里是一个基本的潜质 还有政府 要打造原来路环的码头 成为国内的游艇自由行一个上路区 这个是需要政府整体规划 所以我觉得现在 是政府要拿出勇气 承担 以至于 及时将它裂作 有关文化遗产 然后 动用政府的资源 去支持它 继续生存下去 那才有希望 如果不是 你说水位指用 有人说 这里要投入六千万 去装定它 对不起 我要权人 所以这个是政府 但是政府从 在这样保护我们四大工业为止 这样做的事 算是为止 还有按照长期的规划 所以现在整个社会的聚焦 在路环区 我们既然有这么好的渔村 叫封牧 自然风干 所以包括一些高层 超高层的看法是怎样 所以有不同的意见 所以大家是聚焦着保护政府区 我觉得 这些民意 是可以 可以吸纳的 嗯 其实刚才提到教育基地 想补充一下 比如台湾 在台北 都有一个博物馆 是专门 是讲这个自然历史 当中它是有一个恐龙馆 恐龙馆里面 它是有一个区域 是给小朋友去做一个 一些体验式的工作坊 就给它去 假扮 假扮找恐龙化石 其实恐龙已经消失了很多年了 其实有没有这样的需要 去告诉下一代 我相信都是 有这样的存在的价值在 其实我们刚才提到那个方案 或者做船船工作坊 这些课程 都可以在这里体验式的课程 那想问回崔先生 其实刚才 郑先生提到一件事 就是他认为 应该及时 尽快把它列入这个文化遗产 你同不同意呢 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展开这个程序 可以考虑 因为其实我觉得 就是说 政府是有一个既定的程序 去说它是一个位置 还是不是一个位置 我觉得虽然有一部分的人 是觉得它应该要保留 也有一部分的人 可能有些听众 都觉得未必有价值保留 其实这个程序 应该要展开 尽快展开 讨论 它就确立了 它事实上有这个价值 这样去做 当然你说 可能说一下 都已经一年了 所以其实 在现在可能要分两步走 第一 就是从这个 业权人的角度 就是船厂 旧老板的角度 其实它真的没有什么有因 去做船厂 因为船厂根本就不存在 因为它已经没有生产了 可能真的 政府要尽快介入 去做了这个东西 其实政府有没有这个程序呢 其实政府也有在法定里面 如果评估那间屋 是有危险的时候 政府也有这个权利 去暂时抢救它先 或者拆掉它先 有关的费用 是由有关要承担的人 去扶的 日后扶的 那么这个程序 怎么展开 其实可能 现在已经是应该要展开的了 因为它已经有倒塌危险 因为各种情况都显示 就是它已经开始烂 而且开始烈 而且已经是倒塌 一部分一部分的破损程度 越来越严重 所以这个程序应该要尽快做了 而不是说在这里呼吁 有关人士承担 有关责任 因为真的 没有人去做 这个是 而且在很多角度来说 真的它也看不到 一个长远的计划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 政府要有一个 尽快确认它自己的规划 第二就是行一个程序 好 那我们还有观众在线 张先生 张先生你好 是 是 那崔先生 鄭先生 和主持 大家晚上好 那我刚才呢 就听到一个观众的意见 就是 陳先生 就听到他说 全城上面呢 就是有没有价值呢 有没有人造船呢 那我自己都有些提法的 那我就觉得呢 要全城的话呢 那现在可能要是全城的一些文化历史 和一些 可能是部分居民 特别是老一辈的居民 一些集体会计来的 所以我自己个人觉得呢 是有一些东西 是应该全城的 就应该全城的 那另一方面呢 就是关于一些造船师傅 其实因为我都 在荔枝湾的生活过一段时间 那所以呢 我都认识了一些老师傅 他们现在 都很有热食 很想可以将这些手艺 去做一些事情 所以其实是有人做到的 那第三件事就是 关于好像那些咖啡 那样 我觉得这些个别商人的一些 自己的生意手法 不应该把整个规范那里去想的 那另外呢 也很同意他说 有提到 谭峰廟 或者再远一点的 整个片区去做 其实我都觉得是 就是现在路环 整个路环呢 是很多地方可以串联起 做一些旅游点 文化点 或者活化 我们丰富国民化旅游的 那为什么 不一次过去做好一点呢 这样 要逐点逐点去做呢 那我想这个 政府他们有没有整个想法 到底哪些值得留 哪些值得 哪些可以不留 例如会不会一条 远线的参考 好像台湾那些 环道的单车 甚至乎可以串联到去到 入到九澳呢 那其实是 除了创造一些新的价值 也是在解决一些问题 真相 你刚才提到 你认识一些老师傅 那想问回你 就是我们刚才也是谈过 似乎 现在澳门能够接到 做船订单的机会 是非常之微 那这些老师傅 如果是将来 在一个活化计划里面 你认为应该 是担当些什么角色呢 首先 如果回到商业价值来说 那说一句 这门首艺 到现在来说 其实没有什么商业价值 你叫它接一些船来说 也没有一些买家 我相信没有了 但是 你说它们的传统价值呢 那其实是 一些首艺 一些技术 一些文化背景 等于我们看回澳门博物馆里面 大部分的东西已经不存在了 是不是 那是不是全部东西都可以 不用你不用要呢 甚至乎好像一些神香爆竹 如果有人去展示 那怎样不可以展示一下模式呢 包括大三巴的 我们买一只行人柄 大部分现在都是大陆市场去做的 难道真的拿着那个西 在那製造了几块柄 可以够满足到的市场呢 那有些东西不是只是商业价值的嘛 嗯 好好 张先生多谢你的意见 那跟郑先生谈回 其实张先生刚才说 一个造船工艺方面 你认为怎样可以吸引 那找年轻一辈或者其他人入行呢 入行不要再讨论了 因为没有前途的东西 是没有人愿意入行的 他爸爸妈妈都不想入行 所以入行是做不到的 但是充分地用这些老师傅 就是说呢 将历史 能够展示 延伸说法 是一个好的途径 所以我的设想 到时即使保留到三间船厂 都是一个完整的展示片区 你什么叫做花味道 什么叫阳光索 你听过没有 而其实澳门的近海沿海 澳门的渔港 很多船的类型 如果我们一一去做个模型派在那里 是对我们认识我们的历史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呢 我就是教育的功能 教育的功能 不好意思 现在有最后一个观众在线 黎生 不好意思 因为事件的关系可不可以简短一点 简短啊 简短没什么要说的 有没有问题想问嘉斌或者 带班啊 崔先生 既然呢 现在船厂的地 没有地权 没有业权 现在做船就识微了 不如政府收回它 因为我们特区政府 在在缺什么呢 钱就不缺了 是缺地 那我把地理 经济房屋 多好呢 现在船厂根本是识微 不应该做啦 你要保留历史 根本是没有历史可言 好好 多谢你的电话 不好意思啊 崔先生回应一下 OK 其实我想 我都会估计到 有人会说这件事的 就是如果拆掉船厂 建设这个经济房屋 有一个无敌大河境 其实我想真的很多澳门人都愿意的 当然这个也是一个可能性 所以我说如果是这样的 大家肯定要讨论 但反而来说 其实就是说 有没有人愿意入行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程序上面 不是说有没有人入行 而是有 我相信澳门会有一两个人 有些人 是会愿意去学这个工艺 嗯 因为其实澳门 现在你看回文物保护法律里面 有非物质文化遗产 它有一些叫做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全成人的 在国内也都有这些制度 那其实如果有些人 愿意跟老师傅 学回一定的工艺 它是得到政府的一些补贴 资助 能够确认回它的这个艺术 是真的它是一个全成人 我觉得是有生存空格 但是你纯粹用一个商业角度 其实任何东西走过了时代理论之后 商业角度都是另的了 但是我们不可以一个社会里 纯粹看钱 就是生命是比钱多一点 少少 少少 就是政府最主要的牵头 那最后郑先生想问你 其实方案 有人担心会忽略到当地居民的生活 就是怕会不会成为另一条官亚街 甚至是新马路 那其实实际上 是怎么可以保留那个文化 和那个比较显色的气氛 例之外 本身的居民不是太多的 是 但是你说呢 要他放弃他们熟悉的环境 也都是不应该 那所以呢 如果政府有活化方案 我相信当地居民是愿意配合的 是吧 那所以呢 现在的主导权呢 我希望不是六神无处了 由政府来主导 就是为了澳门的传承 为了澳门的文创 文创的基础就是我们的历史 那所以在这里来的呢 四大工业为止 包括我们的博彩业转型期间 这么重要的历史文物 我都希望能够保护 那至于如何创造价值呢 因为澳门不是只有一个说呢 现代的企业 现代的博彩业 如果我们把历史抹掉了 这个就不是澳门 所以呢 我们应该尽量 将历史 还可以有多少原汁原味的东西 保留下来 那这个呢 就非政府去想了 但是呢 按照文物法呢 除非政府是宣布 或者是经过讨论 纳入这个政府的文力班架 或者政府都没有理由出钱去做 这个问题就是在这里 好 今天很多谢两位 那我们明天呢 是要谈这个 澳门走国五年发展规划的草案 请大家继续留意收看 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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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订阅 转发 吓 转发 打赏链 卡与掌 转发 打赏链